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超強Tuesday 我是主持人黃小胖 這兩個禮拜你滿開心嗎 有沒有認識什麼新朋友 接下來我們要認識的這個新朋友 可以說是舊朋友啦 大家都滿了解他的 你們有沒有很期待 跟我一樣的期待 好 在期待之前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馬上立刻Right Now 分享這個直播好不好 馬上分享這個直播 然後呢可以在下面開始盡情的留言 問你所有想要問這個來賓的問題 來賓是誰 來賓是唐鳳玉 天啊 我好榮鏡啊 好 所以呢 你又想問他的問題 現在你就可以開始留言了 然後你要幫我hashtag 對未來的超強想像 hashtag 對未來的超強想像 當然 如果你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他 你就只是想要靜靜地欣賞 小胖我跟唐鳳之間的對談的話 你也可以來分享一下 你對永續目標的看法 這樣子呢 這兩個你都留言了 說不定你問問題 或者是你對永續目標的看法 你留言了 然後我們會可能抽中你 然後送你600塊的超商禮券 但今天600塊超商禮券 算什麼 難得的事情是唐鳳本人親自回答你問題 天啊 所以呢今天事不宜遲 我們要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了 你準備好了嗎 你分享直播了嗎 還沒嗎 趕快分享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用最熱力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唐鳳囉 讓我們有請唐鳳成為 唐鳳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好嗎 好啊 螢幕前面的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然後主持人好 然後各位超強青年們 超強青年們 來我們先 第一件事情要先給大家一個震撼 那就是 先幫我take全部的 對對對 我們先來確定一件事情 OK 這是本人 手穿過去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因為是綠key喔 然後我們 政委平常都是在 這個辦公室裡面 常常開虛擬會議嘛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 到這一刻才確定 是本人在現場 那 我有摸到他 沒有穿過去 沒有人 這是他的頭髮 這是他的 越來越多了 好了 適可而止 適可而止 今天 你知道嗎 我們應該是所有的主持人 唯一碰到他肩膀的人 我驕傲 好來 那今天呢 我們來問第一個問題了 你們其實也可以開始準備你們的問題了 因為唐鳳呢 隨時都在線上 他可以一心多用好不好 因為小胖的語速完全跟不上他 所以他可以一心多用 你有問題你可以直接問 他如果看到了 說不定他就會回答了 好 那我們先問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個 這一個主要來聊的是生涯 所以我們知道唐鳳在只讀到國中 然後就開始自學了 我想要了解一下你對於自學 這一件事情 跟你在自學時候的生活是怎麼樣 是 自學當然就是自發的學習嘛 是 自發學習就是自己看到社會上面有一個 新的事物 像我當時是看到有網際網路 然後我想要了解說 為什麼在網路上面 大家都會那麼快的彼此相信陌生人呢 我們在現實社會裡面 好像要相處很久才能夠彼此相信 但在網路上面一個共同的hashtag 大家就彼此相信了 這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嗎 在當時沒有一個這個學校的課程 能夠來解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所以我就必須要自己透過自己的研究啊 調查啊等等的方式 去了解這樣子 我們現在叫做網路社會學 可是當時連這個名詞都沒有 可是當時是就是 你馬上就要找到同溫層的意思了 對啊 因為網路的意義就是在說 就算只有千分之一的人關心某件事情 那你一上網路就會發現 在台灣也是兩萬三千人 對 所以兩萬三千人 還是會有可能幾百個人跟你關心 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社群了 但是我想問的事情是自學的生活 因為在國中的時候 我每天就只有ㄎㄧㄤ啊 我每天不知道要做什麼 可是當時你是要怎麼樣 因為如果你沒有去學校的話 就等於沒有人幫你把時間規劃完整的處理好 那這個時候你自己規劃你的時間嗎 當然啊 其實我們在自發學習的時候 大家常常會有一個誤解 就是說好像都是在家自學 可是事實上我很少在家 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不同的大學 不同的研究室 不同的老師們中間 所以第一個 我的時間也要看他們的時間 像當時我就會跟一些像 我住的家裡旁邊政治大學的一些 哲學系的教授啊 或者一些做網路社會學的朋友們啊 他們呢就會可能每個禮拜 留一個時間叫做office hour給我 那這樣子的話我每個禮拜固定的時間 就會去找好比像說政大的蘭廷教授報道 來討論這方面的認知科學的事情 所以其實在學校之外的時間的結構 反而比較接近我們出社會之後的時間結構 就是並不是你想要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 而是你要先看所有的相關的資源 然後去看說這些資源是平均分配到一天 因為攤多角不爛嘛 那一天可能就是有三四個不同的活動 然後呢睡夠這樣子才能夠把短期記憶 都寫進長期記憶裡面 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其實慢慢的掌握到 時間分配的一個要點 什麼所以你還會 哇我剛剛聽到一個重點就是 他有很認真的把他就是睡覺這件事情 當作代辦事項的其中一個 因為我要讓我的記憶力變得更好 就是讓我這一天所學到的東西 真的能夠在明天被記住啊 那你有安排 如果只睡五個小時就沒辦法了 那你有安排體育課嗎 當然有囉 蛤 你有安排體育課 那有安排藝術相關的嗎 當然也有啦 因為我知道就是 本身是對於哲學有興趣 不只是科技也對於哲學有興趣 對 所以我相信這一塊你可能會 人文相關的 或者是科技相關的 你都會去涉略 可是像這種體育 我很病毒啊 我就會很懶得做 像我在行政院的網站上面 這個有最喜歡的運動是什麼嗎 我就寫了一個叫做Tilt Brush Tilt Brush是什麼呢 是你帶著VR 在VR裡面畫畫 那那個畫畫呢 就不是二維的那個畫畫 而是三維度的 好比說你畫一個火焰 可以從這邊燒到這邊 或者是一棵樹 或者是一個什麼別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畫布其實就是個房間 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 就是世心 他們有一整層 就是專門用VR 讓人能夠做畫畫的光雕 所以這樣子的話 一方面有動到身體 那二方面也有做到藝術 我從來沒有想過科技跟運動 真的可以結合 我傻眼了 那所以您剛剛說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是這樣 然後這樣就是畫畫 然後就這樣子畫畫 對 今天一直想辦法靠近 好就這樣 那我想要問一下 對於目前體制內 在教育這一塊 你有想要做些什麼改變嗎 因為本身你的教育的方式 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那你已經做 我知道已經 我們已經有新課綱了 我們已經在努力把教育改的 比較不一樣 多元了 那你會希望做 還有什麼樣子的改變嗎 對 其實最大的一個改變 是文化的改變 新課綱的精神就是說 我們不再強調 人跟人之間的競爭 我們強調的是 我們每個人自己裡面的素養 素養就是所謂的competency 對 就是說我們 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學什麼 這叫自發嘛 那跟不同領域的朋友們 都可以很流暢的互動 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溝通的能力 那第三個就是說 不要把對方當成工具 或者工具人 而是找到這個 彼此之間共同的價值 這個叫做共好 那這些都是不需要競爭的 因為每個人 有這些素養越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越多的人 彼此合作 然後彼此結合 然後一起去學習 那未來競爭 可能還是團體跟團體之間 或者team跟team之間 但是人跟人之間的 彼此比較跟競爭 確實真的好像只有 國民教育系統裡面 才這樣子啊 你在小學一年級以前 也不會人跟人之間競爭 高三以後 也不會人跟人之間競爭 這是一個非常artificial 非常人工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想說 把這個環境抽掉 人跟人之間 不用好像在跑道上面 比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而是自己找到 自己想跑的方向 然後就贏在情報點上 那素養當然是很重要的 你剛剛說到說 我們其實應該自己跟自己 比較可以這麼說 沒錯 因為我們以前學習的過程中 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我們跟分數好像大家 可是這樣很難管理啊 對老師來說是超級難管理的 對那就不要管理啊 今天是一個政務官說不要管理的 不是我說的 是政務官說 變成一個引導者的角色 引導者並不是說 他要把你引導去哪裡 而是說你說要去那裡 但是因為你對這個學科不熟悉 你不知道什麼路徑 所以老師引導你走一個正確的路徑 但是想走的還是方向 也是你決定 所以這當然不是一個管理者的思維 可是你很相信 每一個人都有這樣子聰明的 可以這樣子自發性的 去做這樣子的規劃嗎 應該是說 如果你剝奪他做這樣子規劃的經驗 他就慢慢的就不聰明了 可惡啊 你們今天有沒有發現 小胖的語速調快 我今天為了跟上進度 我可是練了快嘴了 因為今天我本來就知道 唐鳳的速度是快的 我想問一個東西 在你的接受所有 你接受非常多的訪問 然後跟很多人的接觸 你要怎麼樣可以去 有這樣的耐心 因為你就是一個超前的人 可是你要一直不停的跟 就是笨蛋我 溝通 那你怎麼會有這樣的耐心 放慢自己的腳步 然後跟對方溝通啊 因為我有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也有很多我看不到的角度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是花在聽 不是花在講 我之所以講的比較快 就是想要多留一些時間聽你講話 好 是的 現在鏡頭又回到我身上了 我應該要自己講話 好啦 但是我覺得沒有錯 其實就像剛剛說的 你其實是把 如果你自己學習 你自己跟自己比較 你想要渴求的是合作 你想要渴求的是 就是當你說話有人聽 然後我們可以刺激 互相激盪這個社會更美好的一個 這個學習的方式 對 所謂的創新嘛 就是想出一些 你本來也想不到 我一個人想不到的東西 所以你的耐心是因為你渴求聽到 聽到 渴求聽到 互相傾聽 剛剛有聊到一個東西是 之前在訪問裡面 你說要勇於質疑老師 對 真的 真的 你會勇於質疑老師嗎 那當然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敢 我們不敢 我們從小的教育方式教我們 就是 你們不要說話 常常 或者是說 只要聽就好 做就好了 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敢 跟老師說 你這樣說的不對啊 不過質疑不一定是要去糾正他的錯誤 質疑也可以是引導他嘛 對不對 讓他不要輸在終點線上嘛 就叫我們的上一代嘛 所以簡單的來講 你也可以用一個循循善誘的 這個口氣啊 說老師你是不是 還有這方面可以再多想一想 再想一想 說不定你也會發現說 事情不完全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質疑歸質疑 你態度是可以好啊 就好像老師在教訓學生的時候 他態度也是好 學生才會聽得下去嗎 所以其實你生命中有遇過很多很重要的老師 他們就是在被你問問題的時候被問倒了 心裡想說那你去念書吧 你把時間去留下來 就是去比如說去研究室啊 去這些 是嗎 我想一方面是說 老師其實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個人的經驗 那樣子的話越實疑 只會導致他越分享出他個人的經驗 那等於我跟他就可以比較平起平坐 比較彼此的了解 那二方面當然如果他只是背誦這個知識的話 那當然有忘記往路之後 我當然確實不如自己去查書 好 那這樣子我先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既然您都說了可以勇於質疑 那當然 那我來質疑您喔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那我要來質疑您喔 沒有問題 好我來質疑一個智商180的人 其實是身高 是身高啊不是智商啊 是身高 給我的資訊錯誤啊 沒有啦沒有啦 好一個天才要怎麼樣同理 像我們這些笨蛋 然後你要理課綱 這件事情 你真的能夠知道 能夠明白我們這些想跟上學習進度 但卻跟不上的人類在想什麼嗎 當然可以啊 其實我只要把自己放在一個比較陌生的環境 好比像說我11歲的時候到了德國 那我基本上就是個文盲嘛 然後對不對 也是這個聽力啊這個什麼都完全不會 我是在完全不會得溫的情況下去德國的 所以你才會想要回台灣嗎 不要啦開玩笑了 對 那我會台灣 我會台灣是因為這個身體後來不舒服 心臟病發要回台灣的開刀 但是anyway我要講的是說 凡是在即使在台灣裡面 我們自己也可以挑一些我們不熟悉的文化 好比像說如果你本來在西半部 可能你可以到東半部找一個原住民族的文化 如果你本來在東半部 那你當然可以到西半部 去找一個不同的文化 那這樣子的話在你到一個新的文化的時候 本來就是一個小說 Beginner's Mind 就是一個好像初學者的一個心情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不管再聰明再怎麼樣 一開始都是必須像海綿一樣 慢慢地去吸收旁邊的人的這個智慧 跟他的傳承 他的文化 那只要抱持著這樣一個心情 其實所有的文化對於新來的人 他只要抱持這樣子一種感覺 其實都是非常願意去接納的 那這樣的話就不會有你剛剛講的 好像說在同一個文化裡面 我們已經很熟悉同一道系統 好像我跑得比較快 你跑得比較慢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是作為一個新參者來加入這個文化 在這裡我還是有繼續想要問的問題 請說 我在第一題就已經延伸很多了 因為我們想說 我們第一題就談個半小時 那我們今天準備五個小時好嗎 好喔 我心中不夢跳 但是我先 今天要準備 我今天要準備一個道具 我們先來break一下 道具出現 是是是 因為聽說在網路上 大家都很怕被你老婆給影響 這是錫波 是錫波紙 這樣子才不會被你老婆影響 但是我個人不是想要把它放腦 因為我想要腦破被你影響 我想要變聰明 我把它放心上 我怕我看著你看久了 我就 我就愛上你 是可以 這樣可以嗎 可以沒有問題 你可以多看一些鏡頭 好 他拒絕我的意思 你以為我聽不懂你在拒絕我 我聽得到好不好 我人生也是有被拒絕過的 好 那我們再回來囉 但是那我們再回到說 如果說你學習的方式 都是去到大學 去跟這些人去做交流 那等於在同儕之間 你很難有朋友啊 那當然啊 因為其實所謂的同儕 只是你剛好就是在附近嘛 有點像鄰居這樣子的概念 鄰居裡面本來 關心類似的這個道具很熱 被發現了我偷偷拿出來啦 對對對 內建為破路 對 總之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是鄰居的話 本來就是在生活上會有些互動 可是在知識上面的 或在社會關懷上面 本來就不可能你跟旁邊的鄰居 想法完全一樣嘛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特別強調說 網路社群很重要 就是因為它可以讓你認識到 本來就有一群關心的這件事情的人 已經在某個地方 你是去加入他們 而不是說想要說服你旁邊的人 通通都來關心某一件事情 通常你要先接上這種已經成型的社群 才會有足夠的這個能量跟資源跟養分 去說服你旁邊的人去關心一件 他們本來不關心的事情 然後個人的力量 本來就是很困難的 那我想問一個很凡夫俗子的問題 你有夜唱過嗎 當然喔 你當然是什麼 有還是沒有 有真的假的 你有朋友 這什麼辣問題 有朋友可以跟你去夜唱 那你的主打歌是 我主打歌是Hamilton 是Rap 對 好對不起 我不應該問了 既然問一個文藝 我會回答 您跟我同年代你知道嗎 是啊 1981 Hamilton也是很最近的Rap 對 所以我竟然不知道 好對不起 我跟不上時代 那我們就繼續問下一個問題囉 傷心 從之前的 從之前的 已經有一堆的人 在回 我覺得我會把時間用完 你們也不用問問題了 是這樣嗎 這樣為什麼他會不看錄影 為什麼要看直播 看直播什麼意義 而且就沒有人可以抽獎了 好 為了抽獎 沒有百塊就發不出去 對對對 好那當然我們在平常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但我今天的目標就是讓你只注意到我 原來市長 好來去 就是 你其實剛剛有說到去德國 所以你跟很多外國的學者一起互動 一起討論 這樣子去德國的那個經驗 有給你什麼樣的啟發 我想大概兩個吧 一個是說 在德國的時候 大部分的小孩 他不是被當作好像是要被保護的 相反的 會希望他們自己去犯錯 鼓勵他們去犯錯 而且在這個中間去累積出 他們自己怎麼面對挫折的這個能力 所以德國基本上是比較沒有媽寶的 在我那個時代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我當時去 就是降轉小學四年級 有非常多朋友他的志向 就是成為一個很好的一個機制工作者 而且呢 他是講的非常非常的有底氣 他不會覺得是說 我是gymnasium 就是學術高中 念不上 我才去做技職工作 而他覺得技職工作 不但契合他的興趣 而且對社會更有貢獻 那所以我覺得德國在技職教育 這方面的這個文化 也是台灣可以參考的 當然我們在新課綱裡面 已經把高職改名叫技術高中 但是這不是只是改名的問題 而是大家真的要能夠體認到說 其實技職 它是所有我們生活當中 千絲萬縷百工百業 通通都會受到影響的 那這個社會影響力它並不亞於 學術上面的貢獻 所以如果一個人他的工作 本來就是覺得說 我想要有社會影響力 而不一定是要有學術上的貢獻的話 那麼技職教育並不是次家的選擇 它就是最佳的選擇 其實我完全能夠懂這件事情 比如說像我們在 我有讀一些書是關於芬蘭的教育 他們有一個理念是說 如果整個社會裡面 每一個人都找到自己可以做愛做的事情 那整個社會怎麼可能不進步 沒錯 所以就像您剛剛說的 不一定只是學術研究 有些人如果去做技術相關 他本來就手巧 你幹嘛一直叫他去動腦 類似像這樣 而且就是當他動手了一陣子之後 他也會願意從裡面去提煉出理論來 那在此之前你逼他去學理論的話 他並沒有對應到第一手的經驗 那個理論等於就是背書而揚 所以這個是在國外的經驗 比如說在德國的教育 沒有媽寶 每一個人都去鼓勵犯錯 每一個人都是去努力 找到自己的興趣熱愛所在 這個所以他們國家很富強 當然還是有自己的疑問 比如說現在有很多人坐船 想要過去他們那邊 對 因為可能太富強了 太富強了 所以我們也有我們的好處 沒有人要我們這邊嗎 你是說台灣海峽嗎 有 好恐怖 好好好 我採線了 趕快回來 好 我們回答 我們真的有問照上面問 我當然有出去一下 但是再回來一下 上面已經很多人說小胖太搞笑了 再來是說 您擔任蘋果公司顧問的時候 又擔任蘋果公司的顧問 又去到民間 然後又創業 然後又進入工部門擔任政委 其實你的整個生涯是不停的 斜槓 斜槓 那你在這樣的斜槓的過程中 你是開心的嗎 當然喔 你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嗎 總比單槓開心 所以你鼓勵大家都去做斜槓嗎 當然喔 真的假的 可是有些人連自己都顧不好了 我連當媽媽然後斜槓 脫口秀演員 斜槓主持人 我就已經覺得 我的人生怎麼辦 好累啊 不過重量的信任當然是要一下子 就是不可能就是跳幾打怪嘛 就是一開始多一些 然後再多一些再多一些 等自己的能力增加了 再去多加一個斜槓 我在每一個斜槓也都是停了一兩年 才換下一個燈 他有同理我 我剛剛有感受到他的表情 就是好辛苦喔 好啦 慢來慢一點慢一點 有被同理的感覺 有被安慰的感覺 可是那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他們正在找生涯 正在找職涯的方向 你對他們有什麼樣子的建議嗎 我當然是覺得說 在找方向的過程裡面 社群還是非常重要 我會不斷地回到這個主旋律 因為如果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 他剛剛在諷刺我一直在插題 好 再回來 如果社群是認可你的 那你即使是一個斜槓 然後這個覺得不適合 或者是說做一做覺得 好像也就是興趣上是還OK 那這樣的話 至少你所貢獻出來的這一些 像脫可笑啊這些 是可以對所有在關心這個社群 還是它的一個養分嘛 一個養料 下一個想要入行的人 就可以從你這邊去學習 因為我們現在在網路上面 做的任何一切 其實都可以累積出來 都可以開放出來 變成其他人學習的一個教材 所以如果有結合一個社群的話 那你自己在學習嘗試的過程裡 就比較不會覺得孤獨 會覺得說你做的一切 都是讓整個社群有所學習 但是如果是自己去摸索 然後沒有結合到一個社群的話 就會覺得說 好像我如果自己試了很多這些東西 好像這個所有的這個艱苦啊什麼 就只能往肚子裡吞 那那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是比較不容易找到自己 真實的興趣 可是我相信在找到自己 正式的興趣之前 難得的事情是開放管道 開放這麼多多元學習的管道 就好像身為一個媽媽 很知道就現在有一種Baby Boss 就是小朋友去體驗各種生活的那種遊戲 遊戲樂園這樣子 好像很不錯 可是那個他才一歲 好那現在他已經十幾歲了 他要怎麼樣去了解 比如說眼前的你如果想要當脫口秀演員 你怎麼知道我的生活是什麼樣 假設我現在想要當了解一下 喔 政治人都在幹嘛 政治委員都在幹嘛 政治委員都在幹嘛 我去到他辦公室我也不真的了解啊 你會怎麼樣建議大家 在探索各種不同職趣的時候 職業或興趣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我想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所提供的 REACH青年見習服務網 就是一個給大家非常好的機會 以上業配 那個我們才剛從REACH服務網 這個招募了二十幾位見習生朋友 進入我們行政院裡面 那我們這一期的工作 就是要他們自己去挑 不是我們指派喔 自己去挑任何工部門的服務 他們想要透過服務設計的方式去改善 他們就有兩個月的時間去改善 好比像說故工的購票系統 台鐵的訂票系統 好比像說這個繳稅的報稅服務網 現在的報稅真的好感謝你喔 對 我們所得稅好很多啦 別的還沒有改完啊 還沒改完啊 對啊 還有什麼專利查詢申請 反正昨天他們挑了非常多個題目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一方面你只需要投入兩個月 並不是說一輩子就簽給行政院啦 那二方面是說在過程裡面就比較知道說 那在工部門的工作大概需要考量什麼事情 所以這種兩個月為期的實習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當然不一定要是青年署辦的啦 但是我們青年署還是有辦一個審議民主主持人 才培訓的一個相關的課程 那既然都已經分享跟宣傳到了 我就直接先來也宣傳一下青年署做了什麼事情 讓我們的政委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喝個水 沒有問題 可以滑一個iPad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是大學生 然後你現在在面對聚焦團隊這個事情呢 你有很多的問題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可以來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舉辦的審議民主主持人才培訓 好不好 這個培訓呢提供你一些很有效的解決方法 那培訓辦理的時間在第一場在6月29號到6月30號 第二場在8月3號到8月4號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現在呢 剩下的是8月3號到8月4號這個檔期了 第二場趕快有志青年踴躍報名喔 那我們現在又可以回來了 回到節目 回到節目有沒有看到什麼樣的問題 你覺得很想回答了 嗯 有沒有決定好了 有我決定啊 其實政委有覺得我速度還算跟得上嗎 當然啊 耶 好 那我今天 今天有滿意了 我今天就 就是當然啊 這一句話就覺得自己好像做的事情很有價值 那我想問一下 做政治是這樣子 我看到你的人生生涯規劃上面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有趣 是之前的生活都在管自己 比如說我自學 比如說我創業 創業我當老闆 我當然是自己覺得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是管眾人那就不一樣 政治就是管眾人之事 嗯 所以你是等於是從民間 從自學 從自己管自己 找到自己的同好 變到說 啊 這麼麻煩 要跟這麼多部門溝通 而且政委的工作就是要跟各部門協調 也就是說一直講話 嗯 你有心情上的調適或過度嗎 或者是其實你也是充滿著深呼吸 嗯 不會啊 我覺得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我從當政委之前 我從2014年年底就跟習近平開始一起工作 對 所以也有一段間隙的 這個我們就知道間隙的重要性 那第二方面是說全世界在做這樣子 我們叫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數位轉型的人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社群 所以這個社群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這邊實驗的一切 像我們的聯署 看起來是很棒的一個平台 但它的聯署後面這個留言的機制 其實是從Rekavik 是從冰島過來的 或者是說我們的參與室預算的設計 是參考了馬德里 或者是說我們用的Polis的系統 是參考西雅圖的一家新創 我要講的是說所有這些社群 我們在叫做所謂的Democratic Innovation 就是民主創新的這個社群 本來就是我們在台灣是其中一個 很好的實驗的場域 但是並不是唯一的一個實驗的場域 所以我隨時在工作上面 碰到一種新的情況 我都有非常多國外的朋友們 可以一起討論 那我們也很感謝群序部 在去年10月修了一個辦法 讓我們這個中華民國行政院的 公務體系的公務員 都可以在長官同意之下 去擔任國際的社會創新組織 只要是非營利非國營的 像李氏啊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其實我現在也一面在創業 然後也加入了很多國際性的社群 天啊一直在跟外國人聊天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本身我有稍微 就是我說嘛 我這兩個禮拜啊 每天都是唐鳳學 我每一天都很認真的Google唐鳳 然後我都說我這兩個禮拜 愛唐鳳比愛我老公還要來得多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有特別的 他有把他的工作紀錄 全部的都放在網路上喔 然後我就這樣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點看 然後一看到英文就跳過 然後就繼續跌 我也算是認真啦 但是 喔他連講英文的語速都很快 好啦我只是插題 我們來聊聊說 在16歲的時候就已經創業了 你16歲的時候在做什麼 你16歲的時候在做什麼 我16歲的時候還在想說 我想當演員但是都當不到 可是唐鳳本身就已經 喔我想創業喔我創業了 就是一個這樣子 已經開啟自己的事業 那你已經開始在做新創 在做創業 那在台灣做創業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部分 是可以加強的 是可以給這些想要創業的人的一些分享 嗯其實台灣的創業環境 我們在這兩年 因為公司法的修正啊 產創條例等等 確實是比以前要來的有彈性很多 以前在台灣用公司型態做創業的朋友們 往往就要面臨到一個說 等到我要增資的時候 我要嘛要讓渡掉我的經營權 要嘛的話我就沒有辦法 這個募得足夠的資金 進入下一輪的這個兩難嘛 那我們因為現在有所謂的這個 彈性是股權等等的方式 現在的這個安排的創意 在我們以前所謂的公司法的限制裡面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現在正在推行的 就是說創業的時候 除了只想賺錢之外 我們現在有個講法叫做這個 利品發財嘛 這是香港話啊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要先想說你要解決什麼社會 或環境問題 然後呢告訴所有人 要解決類似問題 好比像說 像最近7月1號嘛 這個我們都要解決 塑膠廢棄物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現在創業呢 應用材料科學 做止吸管 可回收吸管等等 你就可以說 我正在讓地球變得更永續 讓下一代的環境 能夠比我們這一代要來的好等等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以前的公司法 第一條就是說 公司以盈利為目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別的Purpose 你的別的這種社會 跟環境使命 就沒有辦法去跟股東 要賺錢的那個權利 加以抗衡 但是我們新的公司法 已經規定說 公司得 就是你可以自己說 某些事情 對我來講 跟賺錢一樣重要 或甚至比賺錢還要重要 那這個就是我們叫做 所謂的 Impact Driven Company 就是為了社會影響力 而存在的公司 當然也不只是公司啊 合作社啊 或者是基金會啊 協會等等 都可以一起去做這樣子的社會創新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一個網站啊 sisocialinnovation.taiwan.taiwan.gov.tw 一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用17項聯合共有趣發展目標 看到全台灣300多個不同的社會創新的公司 行號合作社或者NPO 其實我覺得 開始了解社會創新 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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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社會 他們所做的事情的時候都會很感動 其實我也是因為加入了這個 超強Tuesday的這個直播訪問 然後訪問了這麼多組 我就覺得台灣社會好有救 對啊 其實還蠻多人在做對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雖然我們每天看新聞都覺得崩潰 公視台也才開播的 歡迎大家收看 是的公視台 也可以看超強Tuesday 就會看到每兩個禮拜就會有很多的青年好 好青年們在為台灣正在做努力什麼事情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說 有的東西是仿高 有的東西是我差提問的 那我就想要今天語速加快 然後調背 這樣子我就可以摻雜一些我想問的問題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那如果政委看到就是 有什麼你想回的也可以就直接回了 我們現在536個人在看直播 是是是 才536個 真的少一個零齁 對啊 請繼續 好啦 五千多個才是我們要打的目標好嗎 來繼續分享喔 公開分享這個留言直播好嗎 好來 社會流動呢 你覺得真的可以做到社會流動嗎 嗯 這個其實有一個陷阱題 因為一般我們是說社會階層流動的 那或者是社會它的這個位置的流動 對 那但是社會流動是一個更大的題目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我們對本來的社會有一個想像 好比想你剛剛講的 很多是以管理的 以威權的 以由上而下的 以這些部分的想像 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整個社會 對於這個社會 怎麼樣子是正常的這個想像 不會再變成說你職業的老師 或者長輩 被當作一個不客氣的表現 而可能只是你真的很想要知道 為什麼他這樣子想 那反過來講 長輩或者老師 也可以覺得說 有人這樣子來問我問題 並不是來衝撞我 而是覺得說 他想要跟我達到一個 更一致的價值 因為本來是生命經驗不一樣嘛 透過這樣子的討論 不要說職業了 討論包含質疑 就可以有更好的生命經驗的融會等等 我覺得這個確實是我們值得努力的一個目標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的政治工作者 其實我們在最近幾年都可以看到說 把以前比較是對決式的 這種好像一方全贏的這種民主 慢慢變成對話式的 就是大家經過討論之後 可以各讓一步 然後覺得說 好啦 某個狀態 雖不滿意 但是尚可接受 那所以好比像說 這個同婚呢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在之前的對決 或者對立的氣氛 慢慢到現在變成是 大家都可以各退一步 去接受現在這個 所謂結婚不結音呢 這個也是非常創新的 這樣子一種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對話的開始 那有對話開始 社會才真的可以流動 所以是透過我們互相的溝通 來創造這樣子流動的可能 那當然在促進這件事情上面 教育就扮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教育可以做什麼樣的創新 How 怎麼做到 怎麼做到每一個人 可以跟你擁有同樣的一個價值觀 不一定是跟你 也跟我 就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去傾聽 然後也都去相信自己的存在 跟去傾聽對方的需求或立場 去了解他為什麼是這樣想的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去創造說 互相的統領 可是那怎麼做到這樣的 喬於創新 對 其實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在做新課綱的時候 我們要求老師的 並不是他多做什麼 反而是他少做一點 特別是在第一學期階段 就是第一年級的時候的 生活的課綱 其實我們要求的就是說 不像以前好像都要灌輸一些 什麼美勞啊 藝術啊 什麼這些 而是說去實際看說 我就是留一段白 然後讓一二年級的小孩 他自己看到什麼有意思的事情 他自己真的覺得很有意思 就會糾團 就會自己去做 在這個中間呢 去看說他的興趣是什麼 跟老師的興趣怎麼樣互相結合 老師是以一種好像 被學生帶動的 學習者的這個角色 來進入這個學生的學習情境 那這樣子的話 自然就不會有 像你剛剛講的 這種老師好像是卡住 這個學生的這個感覺 或老師覺得說 我怎麼知道 我應該要什麼正確交材交法 很可能你的交材交法 就是學生帶領你去達到的 那我想這樣子的情況下 才真的能夠做到 你剛剛講的就是 印材實教這樣的狀況 所以其實他就是 一的老師也不能夠懶惰啊 嗯哼 因為老師必須要一直與時共進 他必須要在場啊 就是在那個情況下 他不能夠變成好像一個 就是 repeater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自動導航 對他不能夠 對他不能夠變成是 每一堂課好像都用一套 完全一樣的方法 而必須要每一堂課都變成 不同的一堂 同樣life performance這樣子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 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嗯 我們這邊有一個同學 什麼同學咧 哈哈 很容易聽唐鳳聊天 聊聊就覺得說 我現在是在聽講這樣子的感覺 好我們有一個網友他問說 請問一下 在台灣做地方創生 真的有辦法經營下去嗎 你覺得地方創生這一塊 有沒有什麼樣的商業模式建立 你是有可以給什麼樣的建議的 對其實地方創生 是我們公部門的一種新的管考的方法 是 在以前都是產官學員社 分別去跟各個不同的相關的部會 去請計畫 那所以呢 其實就是像剛剛講的 是一種比較由上而下的 比較一種補助 或有時候講助啦 心態的 但總之呢 就是好像政府要給民間幫助 但是呢 在地方創生就不是這樣了 是你自己去找你的區工作的朋友 去找旁邊產官學員社的朋友 自己來就是開獎 透過剛才的審議民主培訓的這種方式啊 去想辦法凝聚出在地所有人 對這個地方共同的想像 然後呢 回過頭來教導我們的中央政府 告訴我們的中央政府說 預算應該要這樣子分配 這邊的法規應該要怎麼樣子鬆綁等等 所以地方創生這四個字 它代表的是說 我們有10%的預算 不再是像以前那種 從中央流到地方 流到產官學員社的這個方式 而是透過比較像參與式預算 這樣子的方式 由地方來告訴中央署 要怎麼樣去分配 這是他的預算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並不一定是說 讓政府去指引大家方向 而是剛好相反 是你們來指引政府的方向 所以要先了解這個情況 才不會被地方創生那個網站上面 一大堆密密麻麻的程序 這個非常非常的這個多 這個社區營造界的朋友們 告訴我說 地方創生這個程序 他都看完了 可是他不知道要怎麼樣提一個願景 上面好像都沒有指導大家 要怎麼提一個願景 那我們一向的回答就是說 你可以去觀摩 去看其他地方已經提過的一些願景 或者實際去踏查 像我去太巴昂部落 或者馬太安部落 他們都有很棒的願景 但是重點還是說 是橫向之間彼此去溝通 而不是說好像是等著政府去給一個方向 那這個是地方創生跟以前的社區營造相關的計劃 最大的一個不同 你是不是在說 其實從政府從上到下其實是慢的 對啊 一個季度才能夠調整一次啊 一年才能夠變一次預算 所以還不如你們先在下面 我們就可以先橫向的先連結好 然後我們來去建議 因為其實政策如果都要等上面的人來講 那上面的人他們每天有那麼多事情要管 對 而且其實只有在政府裡面 才有所謂的上下嘛 因為才有直等嘛 你到外面的話 那就是里外了嘛 對不對 所以並不是說好像政府一定都在上面 這個民間在下面 我覺得這個也是需要翻轉的嘛 而是說我們說由外而內 隨到隨省的這個方法 任何地方它只要有20%的願景 凝聚出來 打個電話到國發會 馬上國發會的朋友們 就會去實際了解你的狀況 所以是從外面去帶動社會創新 來帶動我們裡面的法會創新 好的 那之前呢 在超強青年的大初青的展覽中 委員的政委的那個人生代辦清單有提到說 希望在2030年幫助地球達成17項的永續發展目標 我看了那17項 我覺得每看一個都深呼吸 都覺得是 就是覺得是一個達不到的目標 你有怎麼樣的文化想要怎麼樣去實際 不過其實有一些已經做得還不錯了 話比像說 讓全球都有良善的這個教育 讓就是所有人他在基本上前六年的教育裡面 是可以用非常可負擔的方式去做到的 這個在全世界都有長足的進步 可以說第四項去發展目標 是相當不錯的 那當然在有一些上面是真的很有挑戰性 像第12項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最後是想要達到這個所謂零費期的這樣一個目標 那零費期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我們現在即使是我們在網購的時候 往往也不會去想說 這些包裝啊包裝材啊這些 到底有沒有可能循環的利用 或者是upcycle 變成大家覺得 價值更高的這種利用 那這些都是我們最近幾年 才開始比較普及的一個想法 之前當然台灣已經有非常好的歷史 就是說你會分類回收 但是分類回收完之後 它到底怎麼樣進入我們的整個循環鏈 這個是我們現在才開始去追問的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東西 第一步都不是說我們立刻就要去創業 或者立刻就要去做一個技術的解決方案 第一步其實都是去倡議 去讓大家了解到為什麼這件事情值得做 以及為什麼這件事情必須要在2030年做出來 不然的話會有怎麼樣的後果 我想這樣子的一種倡議才是 大家在第一步聽到永續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而是實際上很值得去達成的事情 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網友 他孔令如他問說請問政委 我是一個愛台灣的年輕人 但現在總有一些力不從心的感覺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樣才能讓台灣變得更好 想要問政委說年輕人應該往哪一些方向努力 才可以讓台灣永續發展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在講世界 雖然政委的目標是可以是跟世界接軌 但是是地球達成這樣實際上的一個永續發展的目標 但是台灣作為一個資優生 美國做這件事雖然沒有 但是我們還是資優生很努力去做到 那台灣可以怎麼樣去做呢 或者是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可以做到什麼呢 是我想年輕人的一個特點就是說 我們並不會腦裡有那麼多說 事情就應該是怎麼樣的這種想法 比較不會受到就是比較工業時期的可能GDP掛帥啊 或經濟掛帥啊等等的這種想法所左右 當然經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經濟如果是建立在去讓後代的生活環境比現在差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經濟發展就沒有辦法永續 所以我覺得永續的這個概念天生 就是年輕人比較容易去接受 也比較容易去倡導的 因為畢竟如果氣候變遷的問題不解決 那到最後實際就是有問題 都是發在現在的年輕人身上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所謂 we're at the business end of climate change 意思就是說我們是受氣候變遷的影響比較大的 比起比較年長的朋友來講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年輕人的急迫感是比較高的 那第二個是說 急迫感隨之而來就會有無力感 就是所謂的disempowerment跟empowerment 它是一體兩面 因為你會覺得說這個這麼重要 但是為什麼社會有一半的人以上 都不覺得這個這麼重要 那所以第二個這個無力感就接著來了 那所以第三個就是 你必須要組織在一起 組織在一起才有可能 去有系統的去改變大家的想法 組織在一起的方式 當然一方面可以接受審議民主培訓 就可以去有效的融合各種不同 你好棒喔 你好棒的代言人喔 變成各種不同立場 對融合不同立場 然後把一開始只是來想踢館的朋友們 也吸收過來 變成是跟你有同樣價值 其實他可能做法不同的這些朋友 所以像這樣子的過程就是組織的力量 有了組織的力量之後自己就會覺得說 那我今天盡一份心力就好 因為有整個組織的力量去把我這份心力 再放大成幾百分幾千分 我今天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 你怎麼可以在一個不算友善的環境中長大 然後長成一個這麼溫暖的人 對不起 但是這是我的心得感想 他也沒有打算要回答 因為這要回答什麼呢 那我們再來問一下 對於下一代的青年他們可以思考什麼 當然我們就可以回頭來講說 就是永續發展 就是你們剛剛 我們剛剛一直在聊的天 那我們除了羨慕你 我們還能做什麼 就可以不羨慕我 做什麼 做什麼 其實最重要的 我覺得還是去把自己的興趣找出來 像當時聯群院長問我說 這個現在當政委了 有什麼使命啊 有什麼報復啊 有什麼理想啊等等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啊我就是有興趣嘛 那其實興趣它是內發的 它是我們自發互動功耗 共同的一個自發的這個能力 所以在有興趣的情況下 其實你的注意力 就可以持續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如果是一時的激情 一時的熱情的話 那確實是很容易burn out 一下子就燒光了 所以我覺得不管時期上哪一項 你看到它的這個icon之後 覺得說這個真的是觸發我心裡面 真的有興趣的那一塊 那這樣子的話 你才能夠成為 就是純粹出於興趣的英雄 了解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可以來開放問問題 因為就是本人我有想問的一些問題 有一些沒有問到 但是為了你們 所以政委可以幫我看一下 可以幫我 你挑啊你挑你念出來 我可以我可以挑是不是 我剛剛其實已經問了 已經挑了兩個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請同仁幫我 就是送他們的 那我 那我 好 所以有人問說 退休生活你想要做什麼 那我已經退休過一次了 對 我知道 所以這個我可以用第一手經驗來回答 我退休過之後 就是投身於公共的公益使命 那當時是透過一個叫 G0V0是政府的這樣子一種非組織啦 去認識所有正在關心語言的朋友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非常在意語言的附贈 那這當然是一方面是因為 我阿嬤是陸港人嘛 然後一夜是四川人等等 家裡本來就是非常多語言同時在學習 那當然長大之後 德文啊 然後又朱德發邊境等等 所以當時我就是跟很多朋友一起投入 叫萌點萌 就是萌芽的萌嘛 的這樣一個開發 所以就是把 可能就是台灣的台語啊 客家話啊 或者是英文德文法文啊等等 全部都集合在一個開放的 讓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學習 而且重點是 你還可以去改做它 所以就有朋友把它改做成一個叫做 IDAIGI.TW的網站 在上面大家就可以一次去討論說 最新的這些詞彙啊 比如說寶可夢啊 妙蛙種子啊 或者是黑洞啊等等 用台語怎麼樣去講 要比較好 所以也就是說去翻轉 本來在教育界裡面 好像字典是一個很權威的東西 把它變成所有人都可以參與 所有人都可以讓它變得更好 自己的字典自己編 這樣子的一種文化 所以我在短暫的退休時間 大概很多的力氣 都是花在萌點的維護跟營運上面 那當然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又退休一次的話 那我還是會花很多時間 在就是語言的附贈上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想要退休 我們不是想要退了之後就休息 而是我覺得台灣有一個觀念 那就是我們就是大家做到幾歲之後 那我們大家就可以就是每天就是遊山玩水這樣子 可是好像很有熱情很有報復的人 從頭到尾他們都在想說 我還能做什麼讓我很有激情很有熱情的事情 那你當你在做你很有熱情的事情 基本上通常都是在為社會付出的 對啊 而且這樣子的話 就是退了之後可能不是休息啦 可能就是修行嘛 對不對 就是讓自己也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你沒有覺得在政府單位比較像修行嗎 還好耶 還不錯 還好 每天都很快樂 這邊有簡文靜她說 覺得唐鋒政委很厲害 可以在感覺枯燥的正式過程中加入各種社群來找出樂趣 敢於創新跟聆聽能夠成為團隊成員一定是很有趣的挑戰 她有hashtag對未來的超強想像 這一個也送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送了一二三四四個了 我們剩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還是讓政委挑一下啦好不好 沒有啦 都給你挑 都給我挑 好像在點菜單喔 請問政委如何跟內在的陰影和平共存 在這邊政委有說過 他是用一種精神按摩的一種方式 那我們或許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所謂的精神按摩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說如果我看到像好比上網友的留言 對我有一些人身攻擊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我就會去檢視說 我心裡為什麼會有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那我就會跟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同時去創造一個新的 不是語言的經驗 好比像說泡一杯新的茶 那我記得我上次講到今天按摩的時候 泡的是牛棒茶 那這次泡的是這個 細節 對 金門的鬥科植物 很細節 金門一條根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我就會想到說 我看到這個負面的字眼的時候 我下一次再回想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一個非常正面的感受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音樂 很舒服的茶等等的感受 那接下來我再看到同樣的字眼的時候 我就不會再受到 這樣子負面的陰影所驅策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想重點是兩個 一個說在心裡 永遠都留一個空間 當自己不舒服的時候 能夠稍微退一步回到這個空間 第二步在這個空間裡面 要有一個創造或者好玩的一種感覺 能夠創造這種新的經驗 去把這種不舒服的經驗把它結合進來 好 那今天的節目已經要到尾聲了 在尾聲之前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鄭偉願意當我的朋友嗎 當然啊 我們直播喔 當然啊 你們直播有送出去喔 是啊 好喔 那鄭偉我們等一下加了臉書喔 好喔 嘿嘿嘿嘿 我得到我的目的了喔 我今天這麼辛苦兩個禮拜 對 豹腹氣死 就是為了得到這一句 好 你有沒有什麼想跟老公說的 老公我還是愛你的啦 好 就這樣 還是要修補一下家庭關係 是是是是 下一次的直播在7月16號 禮拜二中午12點 超強Tuesday等你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 跟著我們一起跟唐鳳聊天 那希望大家都繼續鎖定超強Tuesday 在這邊跟大家說 掰掰 掰掰 謝謝收看 掰掰 謝謝 感谢观看